好 再来关心立法院 蓝绿白都在备战 明天国会改革法案三读 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天 到底详细情况如何 联系给记者李一如 一如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明天就是5月28号 立法院要继续审查国会改革法案 恐怕也会是最后一战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 就贴出民进党过去的条文 说民进党才是真正想关人民的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不管是2万人 5万人 10万人 各种版本数字都有 但他的本质就是民进党号召的 永远民众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但是当家闹事这件事 值得谴责是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 不管再怎么带风向 基本上他带不过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国会改革就是反黑箱 好 没错 来看一下 国会改革修法的进度为何 目前已经禁服二读的 有总统资文报告 还有人事同意权听证调查权等等的 都已经禁服二读 目前5月28号的最新进展 就是要来增定刑法的 藐视国会罪 以及说这些法案都要来三读通过 因此今天蓝绿白三党都要来紧急的备战 像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开记者会 要抢民进党是阻挡国会改革修法 那国民党中午的时候还会开党团大会 来准备明天来作为备战的讨论 至于民进党则是会开舆情回应 还有他也呼吁民间团体和民众可以把一些诉求和标语都寄到 民进党中央 他们将会把这些内容都带进立法院 以上是自己的最新